上百个箱子里装了满满的澳洲龙虾 港府突击搜查时间进口商发现 业者故意虚报或漏报澳洲龙虾进口量 减获228吨没申报的龙虾 市值高达港币1.8亿 约合台币6.5亿 不止走私澳洲龙虾到大陆案件暴增 港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由澳洲进口的活龙虾 食龙虾在2020年8月时只有3吨左右 但到了同年11月 大陆禁止直接进口澳洲龙虾后 香港的数量逐月暴增 2021年4月达到415吨 之后每个月也都维持200吨以上 对此有香港进口商表示 这都是为了满足大陆市场 对澳洲龙虾的需求 港媒报道 大陆停止进口澳洲龙虾后 虽然还是有秘鲁 西班牙龙虾等替代品 但大陆消费者对澳洲龙虾 还是保持高度兴趣 一公斤澳洲龙虾喊到台币7200元 这才让不孝业者把香港当后门 大量非法走私澳洲龙虾 TVBS新闻众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